石龙门是一座位于沙拉越古晋省石龙门县的古镇 也是该县县制 曾经以开采金矿而闻名 也是华人在沙拉越最早的居住地 很多人说石龙门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城镇 因为在历史上石龙门见证了许多战事与冲突 喜的是当地金山百年采之不尽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赶到当地偷彩金矿 背的是新旧惨剧构成了当地的血泪史 金矿让石龙门赢得金城美誉 却也让他的建成史沾满鲜血 真可谓是喜也金矿悲也金矿 靠谜的制作人 一本是是稀罪的 因此被举了 折换尸 北京冬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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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无人机的镜头当中了解了一下石龙盟的这个来源对吧 现在是呢我觉得所有的发展其实随着时间的磨灭啊 后人只能通过这些历史的记录去回忆这些东西了 还是上着美好的世界吧 那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 新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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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什么的 是个老街就是百年老街 这里你可以现在已经把它变成一个美食街 可以看到很多美食在这里 是 这个聚落呢 是在1840年就开始 1840年啊 第一批来的华人是 也是从广东出来的 嗯 那是 不过它是去到印尼的山法 嗯 就加里曼丹那边淘金嘛 嗯 然后就来这里做贸易 哦 因为17年后呢 发生这个 洋人跟华人的那个战争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那时候那个 因为1840年是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爆发嘛 嗯 所以呢 华人在17年后又从这里逃离 嗯 所以这条街也是真的是很能代表这个古今的文化 我在这里第五代 第五代了 第五代 哇 我的真真祖父应该是在一百多年前来的 我们也没有回过到现在 嗯 我是陆丰啊 嗯 海陆丰的那个 啊 广州海陆丰 广州海陆丰 有回去过吗之前 没没回过 没回过啊 因为我的真祖父是单传的 就是一个儿子 然后 我的土父也一个儿子 所以就没有回去 你是第五代单传啊 对 没有我们是第五代 我第五代 我父亲生了 我们很多 那还好 我父亲也是很多 嗯 之前也没去过中国 有有 之前每一年都有去 你也没一年都有去是吧 一直到现在没去 啊 所以说也是从你爸爸之后 你们才开始去中国之后 对 因为那时候是去 去做生意了 去看我们买东西进来 好 老家您就是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街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往那边走 好 一般是一年华人开始在这里 1857年之后爆发那个 战争嘛 然后就华人就逃离这里 嗯 差不多20年后就又 又第二批的华人又回来 嗯 我是第二代 就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次回来的 就一直到现在 嗯 就比如我们祖先啊 他们来 所以当第二批的回来的时候 是从 直接从 中国 在新加坡转 就是坐船嘛 嗯 嗯 就从内地直接到新加坡 然后直接过来这里 第一批就是从 那你们算是在 这一代来说已经是 也算是很早的一批了啊 我们算很早 嗯嗯 就我们我们这个家族还算 没有出去过了 就是一直都住在这里 那整个古镜像你们这样的家族多不多 多 很多是吧 不过有些是第三代啦 有些是第四代 有些是第五代 超过第五代的多不多 超过第五代的 超过第五代的 就第五代左右的这样家族多不多 有也是蛮多的 也是蛮多的 嗯 现在那您家族这边大概都是做什么 做什么生意啊 我父亲是这边的乡长 乡长哦 就是这边的乡长 然后它我们本身是做饮食业 嗯 就这一间你看这一间店啊 就好好查试 好好查试这个 真的 哦看到了看到了 就是以前三十年前的时候开的 嗯 就我们本身是就是做做饮食业跟做 我们做建设了也是有做做一些建筑 建筑业 这是我们老店的 你看这个木造店的那个 这是您家的是吧 对我们家的老家 哦 不过我们没住在这里 这是现在是自己经营还是给别人租出去了 我现在有最小的叔叔 最小的叔叔在做 最小的叔叔在做 他做那个炸鸡排 炸鸡排 对 尝一尝 待会儿 我住这里住到二十五岁才办 二十四岁才办 哦就这个房间是吧 对我住在这里 哦 啊像这家的房子真的很有年代 你看 真的是 这是可以称之为百年老街了吧 啊 超过百年 超过百年了 就基本上所有的木头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木造的啊 啊 它是超过百年的 嗯 我现在为什么要带你往那里走呢 因为那边是街头 哦 那边是属于街头 明白 嗯 它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三天 嗯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就是一个 啊 寂静的 寂静的一个老街了 没有人的 那春节这边会有什么活动吗 我们春节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元宵节 嗯 我们元宵节是有 因为我们有一间 我有一间庙那里 啊 拜观音嘛 哦拜观音 对所以元宵节是观音出游 观音出游 就是那个游神嘛 嗯 所以我们就会很热闹在这里 大概有八千人 八千人哪不少了 这个街不能走路 哈哈哈哈 还是蛮热闹的 对对对对 算是在古近如果说有春节期间来这边旅游的 可以值得过来看一看对不对 对对对 元宵节 这里是街头了 我们有我们这个这个警察局也是很久了 哦 这个是一个老的警局 它是大概也是百年 嗯 也是一百年 那我顺便冒问问一下 这警察局的这些员工都是有华人吗 还是说都是 嗯 一般上一般上是没有 没有华人 因为我们华人很少有当警察 嗯 在这里 就是 或者是 军啊 兵人 当兵也是很少 所以警察可能 一百个里面只有不到五个 嗯 这样子 所以 这个街呢 是 你看到现在的木造店嘛 嗯 其实 它在百年前的时候不是这样 嗯 它是很简陋那种 单程的那种草屋啊你知道吗 茅草 茅草屋 茅草店啊这样子的 然后为什么会改变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这间大屋子 那间 地主 就是因为这间屋子 早期那个柴主 柴主 柴主他从这里开始 就是这里开始 啊 造了期间嘛 样板 就把 就拆掉它造了期间 啊 然后 大家就跟着造 大家就跟着造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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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 所以 我们这两排店呢 有48间 嗯 你们家就有48间啊 没有这两排是48间 哦 谢谢 这两排48间 所以这边号码你看啊 你会注意到他这里的号码都是单数的 单数 13579 所以这里是 2680 哦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 我们2010年开始夜市嘛 嗯 2014年的时候就有一点稍微 啊 很多青年回乡 年轻人回乡 就像我们这样回来 就做生意吧 嗯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民宿 这个 哦这家 可以住了这个 哦 它叫天下客栈 天下客栈 这名字起的好霸气啊 你看里面很漂亮 哦 这是唯一一家马来人的店 对 早期他们是卖米 嗯 就是卖去那种村子里面 他们自己的马来村子 哦这样 因为这个是 呃 原住民的那个画比较多 嗯 所以这个这个招牌是旧的 正村 正 村 啊对 从右向左 哦 我们会卖一些画跟他们的那个手工艺品 嗯 这个看过我在那个艺术村庄里面去文化村 有看到本地原住居民在谈 对 然后我们有我们有教课在这里 啊这个也有啊 对 他们还保留这个 哦 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老店很长嘛 嗯 所以它一定要有这样的设计 采光 采光的设计通风啊通风 嗯 嗯 你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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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个马来西亚处处都是宝地啊 处处都需要人发掘 来旅游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码头咱可来不是拜码头的是来吃饭的 他们说今天晚上在这吃 哎呦在这边呢我都给忘了 哎呦 看见了苏中山先生的遗像 冒妹问一下这个苏中山是来过这里吗 没有啊就是挂了个照片 他因为买这间店的时候呢 这个店主买这个店的时候啊 他老店主有这个 这一张相片就丢在那个仓库里面 哦 所以他就把它保留下来 明白 好吗 太棒了 我叔叔很细心呢 是 烧鱼 烧鱼 客家豆腐 客家 两个饭 这个呢 五香 这个是猪龙炒饭 猪龙炒 猪龙炒饭 啊 五香肉卷 还有米酒 还有米酒 哎你们的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米酒为什么是黑色的呀 没有这个是那个洛神花的口味 哦洛神花的口味 它有很多口味啊 明白了 啊就是就是米酒在沙拉院有很多口味 那我们今天给你吃的是洛神花 喝了会被蒜吗 可以这个可以 吃入2年 啊 你是我一样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要干啊 要干啊 还有干 我会搬你 我会搬你回去 不要紧张 哎那个你呢 哦我这个啊 那那不是 那这个吗 没有米酒要给你一个 一二三 哒啦哒啦哒啦 大哥从来 这个猪龙饭那么好吃 它有那种香香的感觉 有像是在里面有肉吗 里面有肉是吧 它是有花生的 它有两种 有的是有三八 有的是花生 跟那个 跟虾米 有加米的味道 我有买两个都有买 是这个东西呢 是要热乎乎的时候吃才好吃 是是是 刚刚 就像那个粽子出来的时候 对 本来有肉的 不然是没有买到 丸鸟 这个是没有肉 这个是没有肉的 这个是没有肉的 肉法很好吃 肉法就是像粽子这样子 好吃 它不是那种甜的 不是那种咸的 好吃肉味的 嗯 没有肉 当然 不是那种页 是 人 leaving